大家好 这里是系列课 职业规划的52个深度解答 我是马华星 今天我们讨论的一个话题是呢 如何判断上级题的升职加薪可不可信 三句话做一个自我介绍 本人马华星 从事职业生涯规划咨询和培训10年 这个PPT上有我的微信号和公众号 欢迎大家来关注 我们的课程也有相应的交流群 在我们的那个小儿童栏目上 扫码就可以加入 在群里边我们可以做更多 关于职场职业规划话题的讨论 好 今天的一个话题呢 是一个朋友问我的 说老师啊 如何判断我老板给我提的升职加薪 到底是不是靠谱 他是不是给我画饼 可不可信啊 这个呢 我估计也是很多人 你工作了很多年 这时候你的上级跟你说一句 好好干啊 干好了 给你涨 涨钱 这个你心里边就当真了 对吧 但是呢 结果发现不涨钱 你就 你就说 那老板怎么说才能是可信的呢 好 来情境就是这样的吧 对吧 上级经常说 这个项目好好干 干好了年底就进升机会 而且呢 还经常故作神秘 这项目好好干啊 有这个升职机会 但是呢 不少人都说 这就是上级的画饼术 到最后往往自己干的 都是脏活泪活 最后也没什么升职加薪的机会 那我到底听还是不听 领导的这种承诺 每种承诺到底是可信的呀 对吧 就是领导的给我升职加薪的这个承诺 到底是就随便一说 还是真的当真了 OK 这是好多人这个想法 来 这个东西怎么分析呢 我们 我们这么分析啊 来 我们换个角度想一想 就假如你自己主动找领导提升职加薪了 你觉得他怎么回答你会接受呢 当然你可能会想他不用回答 他直接给我升了 我就接受了 但是 但是这种情况是很难实现的 对吧 他至少这个流程 而且呢 有的时候你也会接受什么 最后你即便没有升职加薪 他的这个回答你也能接受 是这样的吧 所以他怎么回答你能接受呢 来 我这里边呢 有这样的一个流程 好的领导 他会让这个流程来去回答 他这么回答 你心里边就比较踏实 即便到最后没有升职加薪 你也能愿意跟他在一起干 你也愿意接受 来 流程是什么呢 分成这四个部分 第一个叫共情 第二个叫传线 第三个叫流程 第四叫回馈 什么意思 当你主动提升职加薪的时候 你作为一个 他作为一个领导 他会怎么跟你说 你看啊 一种的说法是 OK我知道了 我考虑考虑吧 就把你给打发走了 你觉得能接受吗 这明显属于拒绝吧 对吧 还有一种呢 给你画饼 没问题 只要你好好干 绝对年底就能给你升职加薪 你信吗 你也不一定信吧 所以呢 用这个套路就可以了 第一种共情 怎么叫共情呢 就是 来啊 你看当一个人跟我提升职加薪 小张跟我说了 说领导啊 我最近做的不错 这个项目做的也挺好的 而且呢 后边我可能还会 我希望能承担更大的责任啊 什么之类的啊 等等 那我会怎么说 我就说 哎 小张 你的需求我收到了 我能理解你的期待啊 换做我是你 我也很着急 这就是共情了吧 对吧 换做我是你 我也很高级嘛 好 第二个呢 叫做权限 什么叫权限呢 就是关于咱们这个升职加薪这个事 知道你的期待 但是呢 公司是有一套制度的 你看看啊 在我的手里呢 升加薪这件事呢 工资这个部分呢 一般都是人力资源这边来去管 我很难来帮你在工资上面提一级 但是呢 我有一个什么权限呢 一般到年底会有绩效 我的我在这里边会管咱们整个部门的绩效 如果你的绩效在A那个级别 OK 自然就可以加薪工资这个部分 奖金这个部分 我手里边是有个权限的 因为你的项目 我手里会有一点项目讲 到时候自然会考虑你 好 这是不是说清楚了 说我的权限 我能给你加在哪个部分加 加什么样的内容 升职也是 也可以这么说 对吧 升职公司是有这样一套制度的 比如说你要一般都会有竞聘机制 公司会发布竞聘公告 你呢 得去申请 当然我会有一定的影响权 具体的什么呢 这个你去申请就好了 好 这叫权限 说清楚了吧 然后呢 第三步说流程 对吧 我先跟你说流程 什么叫流程 一般的流程是这样的 你呢 总得先把业绩做好 对吧 你现在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到年底还有两个月 能不能保持住业绩 然后呢 然后呢 打绩效的时候呢 你就申报那个最高的那个绩效 我呢会帮你申报绩效 如果不出什么样的意外 比如说有外界大环境的问题 公司整体利润的问题 不出这样的意外 一般都会通过 通过完了之后 一般会在明年的几月几号 你的整体的薪水就会增加 奖金一般都是在明年的什么时候 会有一个年终节 你就会看到年终节会增加了 晋升呢就会是什么什么 你要竞聘 竞聘完之后会有一定的影响权 当然这个也有可能出现一些意外 但是呢 我一定会主动来去帮你做的 但你一定要申请啊 你一定要申请竞聘 你看把流程给你说清楚了 好 最后要给一个回馈 说这样吧 咱们你到时候按照这个流程走 等这个流程走完了 我呢 自然会给你一个回馈 当然如果你升值加薪了 那就是一个回馈 如果升不成值加不成薪 我也会跟你说一下的 什么原因 好 OK 我这么一讲 你作为一个员工 听完了是不是觉得 这个领导说的很靠谱 对吧 成和不成都说的很清楚 说的很具体 很靠谱 很具体 你是不是心里面就踏实了 对吧 所以我们你看用了四步 叫共情讲述权限 对吧 讨论流程给予回馈 那好 那我们再想回来 我们再想回来 如果他主动给你提个升值加薪 对吧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主动给你提升值加薪的目的是什么 不就是激励你好好干活吗 对吧 好 激励你好好干活就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给你随便画个表 好好干啊 这项目做好了 到了年底有晋升机会 就是一种 还有一种呢 他可能更加的真诚一点 更加的真诚一点 你看用什么套路 是不是跟你之前的那个是一样的吗 之前叫共情 给你找他去升值加薪 然后他给你的回馈 是一样的步骤吗 如果他能把这个步骤 反着用一下不就可以吗 所以第一步是什么 第一步叫激励吧 跟共情是一样的吧 对吧 他找你 他肯定得激励一下你啊 所谓的激励是什么 夸奖一下你嘛 对吧 给你点个赞嘛 说小赵 你最近做这个项目做的不错呀 我都很惊喜 特别是那个汇报完了之后 大领导也很满意 夸奖一下这叫激励 对不对 加油啊 以后努力继续干 要激励对吧 好 然后呢 第二个叫什么 第二个就要讲内容了吧 就要讲升值加薪的内容了吧 你要讲具体一点 对吧 那个下个季度啊 我给你一个透露一个小的消息 下个季度啊 公司内部有一个竞聘 你考虑一下要不要争取 如果要争取的话 我可以 我这边可以稍微 实际一点影响力 这就是为了讲内容啊 对吧 好 第三步是被我留成啊 说这样啊 那如果要是真的你如果真的愿意争取 你这样到了什么时间呢 公司会在内部发个文啊 你能看到那个文 然后呢 你就提交申请 提交完了申请呢 自然你发邮件什么的 我都能看到 OK 我就知道了 我知道完了之后呢 自然我会推荐你 自然后面会有一些竞聘机制啊 你要答辩啊 这些流程 你都要准备好 对吧 下流程 流程完了之后呢 最后一个回馈吧 对吧 有个回馈啊 一般来说 如果你过了这个 大约过了多长时间 你竞聘成功 不成功 这个这个消息就都知道了啊 这个公司自然会给你一个回馈 如果不成的话 我也会大致跟你说说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理由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原因 是这样的吧 把这个说清楚了 OK 你跟他一说 你作为一个 你作为一个员工 你听到一个上司这么跟你说 你是不是会觉得 哇 这个升职加薪 肯定是比较靠谱的吧 他给我的这个承诺 肯定是很很OK的嘛 懂吧 他没给我画个饼吧 加薪也一样 对吧 先夸奖激励啊 努力干加油干啊 之前做的不错 啊 然后第二个有内容 对吧 明年会考虑你的这个 这个加薪 而且我们一般加薪都是这样的 对于优秀的员工 会上调百分之多少 或者呢 我们这么说 或者到了年终讲了 一般对优秀员工 会有一个比较多的 多少个月的公司 这个呢 会考虑 好 流程是什么 流程还有两个月啊 我到了年底呢 到了月年底的时候 你的绩效一定达到多少啊 达到完了多少完了之后呢 公司自然有一个加薪的流程 同时那个项目提成呢 我也会帮你盯一盯的 这叫流程 对啊 流程讲清楚了 回馈 回馈 什么叫回馈 回馈就是说 哎 你等到那个年底的时候 就一定要保持绩效啊 到时候呢 我会帮你盯一盯 如果成的话 自然你就能看到你的 收入变高啊 如果不成的话 你再找我 我呢 他一定公司一定会有什么样的原因的 我给你一个回馈 好吧啊 你这么一讲 是不是很靠谱啊 是不是觉得啊 这个老板给我承诺的生之加薪 不是在忽悠我 不是在给我画饼 对吧 简单来说就是 他把你那个饼画的特别的细 人家真用心画了这个饼 就意味着说 这个饼是有可能能吃到嘴里的 懂了吧 就这个意思 所以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吧 总结一下吧 所以其实衡量一个老板 到底是不是给你画饼 是不是忽悠你的一个重要的东西 是他用没用心嘛 他给你谈的这个事 是不是他真的琢磨了 真的思考过了 好 那你怎么衡量他的用心 他是不是用心呢 无非就是这三件事嘛 第一件事叫做具体 对吧 这很重要 他给你提的生之加薪 不是 做好了 一定给你涨钱啊 好好干 到时候是有 到时候有精神机会啊 我的位置都是你的位置 不是这种 对吧 他一定会说一些特别特别具体的 生之加薪的 内容和措施 对不对 OK 这叫具体 第二个呢 得合理 什么叫合理 对吧 不合理的就是什么 好好干啊 到最后连我的位置 可能都是你的了 这就叫不合理 对吧 在大公司里边的生之加薪 往往都会有一个合理的预期 同时他也会给你一个合理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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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幅度 他不可能给你一个不合理的幅度 说没关系 他说你做好了 我跟你说你年底一下 能拿20万 这就是一个不合理的幅度 懂吧 所以所谓合理就是 你也得 你作为员工 你也得知道这是合理的 他也知道这叫合理的 懂吧 他给你一个特别夸张的数字 给你一个特别夸张的东西 你就会觉得这是不合理的 这叫合理 第三个叫反馈 什么叫反馈 他承诺了一件事情 对吧 他跟你说了一件事情 到最后成与不成 成自然是个反馈 不成 他也会给你一个简单的反馈 这个反馈 对他来说也许是一个原因 真的是一个原因 也许是一个理由或者借口 但只要给反馈 就意味着这个老板是很看重你的 这个老板是一个守承诺的人 能理解了吧 OK 所以三点叫具体合理反馈 因此 那么我们再说一下 你想想 你想过没有 这种叫做许承诺 这种东西叫许承诺吧 对吧 这种许承诺 是不是不仅限于老板给员工的升职加薪 他是不是限于所有的承诺 比如说老板说 小张 这个项目交给你了 有没有信心 这时候你作为员工 什么也得给老板一个承诺 对吧 有的人可能就说 没问题 老板你交给我 放心好了 你觉得这个承诺 老板放心不放心 你不觉得这个承诺 对于老板来说 也是一种画饼和忽悠吗 所以如果你给老板一个承诺 老板说这个项目能交给你 觉得靠不靠谱 你说老板没事 放心 你就交给我 这老板心里边也很担忧吧 那你应该怎么办 你是不是也得叫什么 我们刚才讲的叫激励 权限 流程 回馈 也得具体合理 反馈 什么叫具体 我后边会做什么 我后边会大致怎么做 如果做到什么程度 我一定会跟你汇报的 是不是 你这么一承诺老板就觉得 这个员工靠谱 这个员工是个受承诺的人 所以你看这个 公司里边 同事之间的承诺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 你跟客户的承诺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 所以你看 所有的承诺 只要你守住了具体 合理和反馈 就意味着 你这个承诺是用心的 就算这个承诺 最后因为种种原因 出现了一些问题 你只要有一个澄清反馈的过程 OK 你依然会被人觉得是一个真诚的人和靠谱的人 好 最后谢谢各位的聆听 感谢各位关注我们的服务号叫颜值有理星球 在服务号里会有很多的文章 还有一些大礼包 有神秘大奖 感谢观看